我来看一下提要1.1.2 实数解析函数的定义 现在我们说有一个实数函数F 如果它被解释成说是在一个点上是解析的analytic的话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必定是这个函数F在这个点上 可以用一个密集数的形态来解释它 那这个点是它的密集数的中心点 如果它能够用这样的一个集数来表达的话 那我就说这个函数F在这个x0这个点上是一个解析的函数 那它的收链半径当然一定要大于0 因为等于0的收链半径是没有意义的 那有些人对解析的这三个字是不太容易明白的 其实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说 那个函数在特定点那个特定点上有值的话 那我就说那个点对这个函数来说 这个函数在那个点上是解析的 好 那其实对大部分工程背景的读者来说的话 我们并不需要理会这个函数到底有没有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是解析的 意思说是不是有值啊 因为我们通常心中都认定一定有值 不然老师不会出这个题目考我 一般拿到题目就开始往下解了 不会去判断说他这个题目是不是一定会有答案 因为既然老师会出这个题目 那通常这个题目老师就是有 就是有一个值在那边 认定一定有值在那边 我们就解就对了了 好 即使不见得老师出的题目都不会有错 有时候老师是有可能出错题目了 像我们举个生活 一些生活上的例子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到海边钓鱼 那海边钓鱼的话 你去钓鱼你一定认定说海里面一定可以钓得到鱼 如果你跑到火车站去搭车 你一定认为说在火车站那边会有车可以搭 可是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子呢 不见得 其实不见得每次都会有鱼 不见得每次都会有车可以搭 有特例吗 有啊 我们可以想到一些特例 例如如果有这个油轮漏油的话 那鱼都死光了 你还会钓得到鱼吗 海边就钓不到鱼了 如果现在举行防空演习 那一举行防空演习的时候 所有的车辆都要停止活动啊 那你到火车站能不能搭到火车或是汽车 搭不到啦 其实还是有必要 意思说啦 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判断 就是你搭车之前啊 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下今天有没有防空演习 或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状况 那你去海边钓鱼的话 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那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干净的区域 如果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干净的区域 你可能就钓不到鱼了 意思说了解一下到底这个 老师出了题目是不是有答案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是提供一个方法 如果要知道老师出了问题 是不是有答案的话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啊 好 这是我简单的说明 我也想在这种机器里 你来看什么 你这样TMk söyleye 我都没有听到 我们都没有听到